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的題目就是 上次Instagram的時候有開Live 有觀眾提議的 我覺得很好玩 所以今天就拍了 有請我們今天的主角出場 Hello 大家看標題都應該知道 今天就是我男朋友煮一頓晚飯給我吃 緊不緊張 緊張 我平時Instagram經常都會分享 在Story我煮了什麼 大家都習慣看熟的 但好像從來沒見過他煮飯 其實我也很多年沒見過 所以我覺得這個挑戰真的很好玩 我們本來的觀眾就是一天都是他煮的 但我覺得這個考驗太厲害了 所以就決定了一頓 你們有什麼要求今晚的晚餐 熟的 最重要是所有人 是美女廚房的 現在公布究竟我今晚有什麼吃 今晚嗎? 很簡單的 我找一個食譜 首先就是這個 醉肉瓜炒豬頸肉 第二個就是螞蟻想吃 這麼厲害 很簡單的 然後呢?還有沒有? 然後那個我還沒想到 好 那我們現在就出去買少許材料 然後就交給他 好吧,Let's go 不怕我們是陪爸爸去買菜 是嗎? 哪些是翠肉瓜 你可以上網搜尋一下翠肉瓜的樣子嗎? 對 買肉瓜的那種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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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看看我們買了什麼 第一樣我們買的東西就是這個 脆肉瓜 之後我們買了一塊豬頸肉 然後呢 就是一匹肉碎 肉碎也不錯 好 所以選了它 嘩 最後呢 我們就是買了一些蜆 因為我們最後第三碟菜 最後決定了這個 做這個 植椒炒蜆 那因為我還沒做過買上樹 所以我不知道這些比例是否正確 不過不要緊 我煮東西吃最重要就是有創意 我會在有限的資源之下 煮到最好吃的東西 很多人問我煮東西吃為什麼這麼好 最重要的就是 它 我以為是我 沒錯 之後有它 我們就可以增加很多創意 在煮東西吃方面 我醃一醃些豬頸肉 阿姨不是扭的 嗯 我們今天用白胡椒 我們用白胡椒 我們今天 在吃材的時候 我現在拿得清涵 都很輕鬆 這個感覺 都很 很欣賞它 肯接受這個挑戰 因為它本身是沒有煮東西吃的 家裡也不用 然後我們一起的時間 都不是它煮東西吃的 所以今天 很期待它煮什麼 我應該都會吃完的 最重要是熟 問題是說 加鐵匙筋 我會套 對 對 很聰明 我再加一點鹽 不然我的玫瑰鹽 不知道會不會 一樣的 一樣 很沙蠻 好可愛 好可愛 切得超美 有沒有很薄 脆肉瓜炒豬頸肉 好 那就先加一點油 我們 好 油就不用加這麼多了 這樣才算不算 不知道電池 會不會影響我去發揮 WAT 好可怕 好可怕 然後就加薯片在裡面 先把它亂入 你有沒有想著洗薑 薑放了很久 好可怕 我求你 好想看醫生 這段時間 好可怕 我的相思完成 我的相思完成 為甚麼 沒有的 小醬 可以的 這也變了八雜片 可以 不然可以 這個美南廚房 痕災狼 其實我覺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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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的一次拍攝 等式的樣子 專業的廚師推斷應該開口 好了 推斷了 正確的 好 我們終於可以吃飯了 看起來有模有樣 對 色香味俱全 真的好像可以 絕對可以 我先試一下 脆肉瓜 很美味 豬頸肉 很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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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對這次煮飯 有什麼感想 高興 吃完飯我就生上課 你只知道這個眼鏡 前世中的 螞蟻想說 很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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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這應該是挺好送飯的 只要把粉絲轉成豆腐 應該就是麻婆豆腐 粉絲很好吃 這隻蜆是完全吃到它的鮮味 拿出來跟別人說是蜆椒炒蜆都沒人想 它這炒瓜很有味 這炒瓜很好吃 我喝醉 我喝醉 不是醉 你都喝到 你都吃到那種酒味 那你給自己這一頓飯有多少分呢 可以的了 一百七十幾 如果你自己洗完碗會有二百七十分 可以幫忙的 打氣很快 如果觀眾說打盆給我開餐廳怎麼辦 你問問他們 一萬會打盆給我開餐廳 今天這個男朋友煮飯的挑戰就是 大成功的 我們繼續吃 如果你都喜歡這類型的挑戰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下載兩條新片 同星期六間的新片 和星期日介紹十二點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你有沒有試過在家裡煮東西吃 不計公仔麵 你煮一頓飯 沒有 可能你媽媽看完這條片之後 會要求你煮一頓飯給你 我爸爸會極力反對 你對上一次這樣煮一頓飯給我 是何時的事 再買吧 四年前了 這是基本的 一拍鬆快豬飯 用船頭 下次我可以吃到 你煮給我的一頓飯 又是何時呢 四年後 四年後再見 四年廚房 對呀 有什麼想說 有啊我真的很厲害 有人經常都問 Briant 為什麼你這麼厲害 為什麼是Briant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歌 為什麼短短兩年 短短兩年 短短短 我繼續在看我是Briant